吴振宇和郝磊就是观众的嘴涕吧 整只内娱小鲜肉简直是不在话下 在无限超越班的面试环节 金沙提到比自己小19岁的男友时 吴振宇真的是属于贴脸开大 直接询问金沙是否可以演男友妈妈 真不愧是面试判官呢 问的问题简直一针见血 甚至在金沙展示代表作没有正脸的时候 吴振宇依旧能够稳定输出 真的是笑不活了 当朱子霄在谈到这么多年都在直播带货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夸朱子霄 好累直接听不下去了 直言表示并不支持演员带货 我是一直主张演员不要去直播带货的 不能哪有钱往哪去 不是 杰你也太敢说了吧 真的是不怕得罪人 在别人还在鼓励朱子霄直播带货时 吴振宇听不下去了 我们今天不是要考验他的表演吗 感觉没有他 这个综艺收视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最有意思的还是网友的评论 表示吴振宇在节目中的片酬 就是他的精神损失费 这一件网友 你们真的不要太损好吧